这几点就是男人不成熟的表现,很准 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男女朋友在吵架 据统计,吵架最多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女方怀疑男方出轨 二,女方说男生不成熟,说她幼稚 那么男生究竟不成熟,幼稚的表现在哪些呢? 比如说大周六的早晨起晚了 上午十点半醒来给女朋友打电话 喂,起来了吗? 女朋友说,嗯,干起来 你说,吃饭了吗? 女朋友说,没有,中午打算跟室友去食堂吃 男生说,好的,那我再睡会,拜拜 呱唧,打电话挂了 首先第一点,周六大早晨给女朋友打电话 不应该先叫成宝贝或者洋气一些baby什么的吗? 上来就喂,为什么喂? 这说明嘴巴不甜 嘴巴不甜的男生说明情商不够高 不懂得哄女孩子欢心,是幼稚的表现之一 第二点,问吃饭了吗? 你不应该是主动请女朋友吃饭吗? 看清,这可是大周六诶 表明你周五就没有计划好你们的周六和周末活动 没有计划性的男生不可靠 难道你要让女朋友提前安排好你们共同的一切吗? 足以说明你是个幼稚鬼 第三点,你竟然说你在睡会 都快中午了还要睡,说明你很懒 懒这一点哪个姑娘都不会喜欢 成熟男生恋爱的时候都是努力给女生留下勤快印象 将来去了丈母娘家就有更有力的表现自己勤劳的一面 第二种情形 快期末考试了,还有两三天 小情侣两个人在学校图书馆备考 男生一会儿来问女生一个问题 一会儿过来问一个问题 平常经常跟你逃课的女朋友也不会 结果没看多久就烦了 拉着女朋友出去吃喝玩乐 最后女朋友刚刚及格,你却挂了课 首先第一点,作为男生 应该做女生强大的后盾 他哪里搞不定,你就要赶紧搞定顶上 如果换成平时是你带女朋友出去玩 考试复习的时候也是你给女朋友讲题 那么我敢保证,你的女朋友肯定对你迷的不要不要的 这就是强大的责任感 第二点,看烦了就带女朋友出去玩 不复习了,这是做事没有轻重缓急的表现 拎不清当下哪个是最重要的事 这思想太不成熟了,马上去考试了 一切吃喝玩乐都是浮云 什么都没有看书复习,书记答案重点专攻重要 第三点,完了半天女朋友过关了 而你却管科 万一到时候不能顺利毕业 不就成为女朋友麻烦吗 说明你根本就没有为长远考虑 相信上面两个场景很多情侣都曾经历过 有这些幼稚表现的男生赶紧改吧 你的女朋友也会因为你的成熟变得更加幼稚 只有一个成熟男人才会令女生九褚不厌 你不用了